嗨,大家好,我是歐瑪 能想像我們身旁越來越多的餐點 都是來自於沒有實體店面的雲端廚房嗎 現在呢,餐飲業的聲音一片殘淡 那外送已經變成是不可忽視的趨勢 而雲端廚房呢,又是從外送平台延伸出來的最新商機 很多人呢,都對這個模式越來越意識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看,這個模式到底有什麼樣的魅力吧 雲端廚房呢,不僅僅結合了餐飲,房地產,還有科技 因此呢,他不准賣餐,還有房地產投資,及相關的數據呢,都是資產 那有別於傳統,我今天一個廚師決定做什麼菜,才開什麼樣的餐廳 未來的話呢,是透過這些數據分析去研究消費者的喜好 進一步的開發出相關的餐飲品牌 也因此呢,這個品牌一上架的時候呢,就可以馬上受到這些精準的客戶的喜愛 雲端廚房又稱為幽靈廚房,只經營一個可能僅3-4坪比傳統一間餐廳還要小的空間 透過外送,app,或店家自己訂餐的app,來提供外送或外帶的餐食服務 但店內呢,不提供內用區,因此營運不需要實體店面 免除大多數的營運成本 而且呢,在同一個空間可以同時經營多個餐飲品牌 雲端廚房其實可以分為幾種模式 不論是共享廚房、養主的延伸、虛擬餐飲品牌、行動餐車 這些都是運用科技及數據在解決傳統餐飲在不同環節的問題 像最近非常火紅的台灣新創品牌Just Kitchen 透過低營運成本、集體採購降低成本及自動化生產 集合鄰近都會區的衛星廚房 供應多個美食品牌的餐點 除了開發自由的品牌外,也吸引不同大品牌合作 如搭三元酒樓、五十章等本地及米其林星級的餐廳合作 成立獨家外送品牌 或像瓦城也推出兩種雲端廚房模式 一種是新創品牌在店面讓外送原理餐 或者是既有多個品牌在單一店面販售 2020年Just Kitchen搭向疫情的營運起飛 正式營運以來平均每個月都有40%以上的成長 從成立到海外上市 僅僅花費兩年的時間 雲端廚房屬於新型跨產業商業模式 好處在於若經營的品牌失敗 可以立即撤換重新打造 失敗的成本也不這麼高 可作為未來餐飲業的孵化器 但也因為模式較為性盈 屬於餐廳或其他類別還沒有確切的法規可規範 之前就發生有業者要在住廂大樓地下室設置共享廚房 被住戶堅決反對 但政府又無從管轄 因此相信未來雲端廚房影響力越來越大時 衍生公共安全、環保等問題 還有相關的配套政策也會與時俱進 像剛提到的Just Kitchen已經進去到海外了 所以未來期待雲端廚房可以將更多台灣的美食帶到國際市場 而在海外的這些美食品牌也可以用更輕盈的方式來到台灣 那今天我們影片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哦